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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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学生数30多人 可是在校长用心把学校的特色 跟当地这个结合起来 那我们现在有60多个孩子们 而且还不断的在成长 最主要就是很多的跨区的地方人士 非常认同我们校长的一个教学方式 那个学校的一个特色 那这次真的 校长的努力我们现在也是 这个全国百大特色学校之一 那在长期以来对于食农教育 也非常的用心 我们在外面还有一块农地 就是小朋友 他们自己去做实力 这个体验的一个场域 那收成的东西 我们还变成学校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基金 非常用心在这个区块 那我想我们再次很感谢戴董事长 戴董事长是王萍这个创办的创办人 大家都知道 他们是帮助健康人 让孩子能有机会 透过教育 让他能够跟人来评评 这是帮助一些弱势的孩子 在105年的时候 他们又设立了 创了一个叫做艺品书屋 那开始从事全民阅读的这个鼓励 那我看到13579都会去做 类似像这样的巡违展 一次就是两个礼拜 那让更多的书籍 更多的民众来接触 而且很多的书籍 我看我们当初是自己不去找 也不可能去看 透过这样让大家 有更多的知识的摄取 这次带了大概400本书来到这边 那我刚刚有讲到说 我有看到有一些数目 是跟酒有关系的 我们20就是出产葡萄酒 我们葡萄酒在比赛 台湾的比赛的得奖的还不少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有更专业 然后能够继续行销我们的这个葡萄酒 所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鼓励我们酒庄的一些朋友们 来这边可以看看一些 跟酒有相关的一些书籍 那我们彰化先生 我预计在109学年度 总共我们会在这几年 会有同资9千多万的这个图书的经费 那协助我们有36所的国中校 他们建立所谓的社群共读的这个环境 那除了孩子们喜欢读书 就是我们希望开放给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 我们的乡亲也一起来这边 那唐阳在书籍里面增加自己的这个视野 我想绝对会不一样 那在这边我想阅读会让你永远不孤单 那阅读是所有一切的基础 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代董事长的一个用心 还要谢谢我们路乐平台 我们代董事长的一个这个媒合 那当然要谢谢我们校长的用心 其实现在小朋友 我们要建议他多交两个朋友 一个是图书馆 一个是运动场 我听过一个非常大学 一个大学的校长说 人生要接交两个朋友 一个是图书馆 一个是运动场 充电 续电 放电 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校长分享的 我们大概教育小朋友 应该要多多接触我们图书馆 像今天代董事长带来的这么多的好书籍 一定不能错过 那第二个就是 刚刚县长也有提到我们农业的一个部分 那代董事长我长期跟他观察 大概他也会是用这种概念 在经营我们的事业 那我们农业的部分是要建立饰品 第一个就是品种 第二个是品质 第三个是品牌 第四个相当重要 就是品德 所以这个饰品的教 这个饰弄的教育 我想这个可以给各位 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有一个主题 就是翻转孩子的未来 我希望他们学校的学生到时候不只是会做菜 而且能够翻转未来 然后寻找下一个完品的一个创办人 那董 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那个 使用的这些食材 以后可不可以跟我们在话 这边做一些比较紧 有可能啊 因为像稻米 我们就用这个地方的 我们有一个品牌叫做品田牧场 稻米就是用这边的 这我多分喜欢香 彰化地区的食材的供应 也是我们百大特色学校 那对于食农教育 长期来非常用心 那这里本来原本就是一个偏乡 那人数本来才剩下三十几位小朋友 那在校长他跟老师们的用心 把这里这个破坏成一个这个食农教育 非常成功的地方 那也获得我们教育部全国百大特色学校之一 那他代董事长本身长期来 从事这个网品的创办人就知道说 跟食的东西是很有相关 那他这一次的翻转孩子们的部分 那这一次最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艺品书屋 那长期来对于我们推广全民阅读非常的用心 那过去像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通常都是在大专院校 甚至到我们的这个这个国中啊 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图书馆里面 那这一次呢很难得也是第一次来到地方的小学 那又是彰化线也是第一次 所以真的非常的谢谢我们代董事长能够看中我们彰化线 看中我们的香田国小 那这次带来的书我有看过 包括有非常多国家的料理 还有一个就是跟酒有关系 我们二邻地区本身是酒庄非常的多 那我们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利用这两个礼拜舒展的时间 那多来这边走走看看 把这四百本书看你兴趣是在哪个部分 凡是料理的也好那这里有多国的这个料理的书籍 或者说我们自己酒庄的朋友们 你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来看看这些书 来这个多摄取一些 只是我相信对于你未来的产业 未来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忙 那也要很感佩我们的代董事长 他长期以来第一个他把他的股票百分之五十捐出来做公益 我想这个意义非凡 第一个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的用心 让孩子们更加独立 同时他成立这个带水基金会 是爸爸妈妈的名字 你看这个小孩看有幽默 有幽默 爸爸妈妈的这个名字都变成基金会 把他们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那最主要他成立这个义品的书屋 长期以来真的包括帮助偏乡的孩子们到书屋去 那里面有一些感这个很好的一个气氛 免钱的这个冬瓜茶咖啡明茶等等 那那种气氛甚至有小提琴在拉 让你在那边读书就是非常舒服 透过这样让更多的人来这个好阅读 那彰化县政府长期以来 我们对于阅读也一直在推广 那我们预计在109年投资将近9千多万 让我们有38所的学校 都能够透过社区共读的一个方式 除了孩子们喜欢读书 我们希望更多的乡亲大家一起来 这个体会读书的一个乐趣 一起建立一个书乡社会 让我们地方能够更好更进步美好彰化 希望城市我们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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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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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